我们来看到下一份简历 肖娜 女23岁 山西人 山西青年职业人员大专 会计电算化专业 来看一下这份简历 我对这个选手特别担心 因为他的简历在一般HR那 就很难过 因为他四份工作 除了那个实习工作之外 其他的工作都没有超过五个月 他这个离职原因 我觉得真的看到有一点受不了 第一个就是公司倒闭 第二个接受不了电商 这个吧 我是有特别具体的原因的 就像那种公司倒闭了 我也没办法呀 对不对 其实我就是有个人原因的 而且都特别充足 我特别想问一下 在座的有哪一些企业家 是经常去酒吧的 能举手试一下吗 什么叫酒吧的资客 就是拉客 拉客 不是 不是 他是劝顾客喝酒的 酒拖 是拉客的是吧 就是劝你多喝酒 然后消费更高的酒 是为了促进消费 我觉得他对这个资客有误解 这个资客就是相当于迎兵 他有误解 真的 他最后写了一下 来北京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长期的加班导致失眠 酒局没时间参加 喝酒少了 很期待这个 好样的 我们掌声有请 萧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企业家 经验团的老师们 以及现场所有高级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萧娜 来自美丽的古独大同 然后我今年23岁 在我前面的二十几年 我觉得稍稍带了一点 传奇的色彩 然后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想找一份关于人事助理 或行政助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有多久没喝了 来了北京就没有喝过 来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今年八月份吧 三个月 整三月没喝来 那个酒虫子养过 不养 不养 能喝多少 对人 对什么人喝多少 就是 就是演员特别好的人 天卑不醉 然后对讨厌的人一滴就醉 这里有谦卑不醉的吗 我觉得对马瑞 对马瑞可以谦卑不醉 好 那这里的谁会让你滴酒不喝呢 我用眼神可以吗 我是吧 不是 谁 那个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跟他就滴酒不沾呢 因为 因为我看那个往期节目 我觉得他特别爱怼人 其实我最善良了 喝多了 我老帮助选手 我慢慢聊啊 别急别急 这姑娘很有意思啊 什么叫滋客啊 滋客就是 相当于是迎宾的一种 就是带领客人入位 是这样啊 对 就有点像引导台一样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 那你为什么那么能喝酒呢 你又不需要陪他们喝酒 你怎么那么能喝呢 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主要是我爸就能喝 你爸能喝 因为我家是 我家以前是开饭店的 我家开了26年饭店 那你在你们家饭店做滋客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那个 我不是高中就用了一年半 我就完成学业了吗 完成学业以后 我是跟学校商量的挂的学籍 然后那个高考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说 你回来递交一下资料 要高考 你是天才啊 然后我就去递交资料 然后就考 那你那一年半干嘛去了 一开始是在那个 KTV 然后因为离我家近 然后就选择了 就是滋客这个行业 因为简单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去KTV工作呢 你有好大把工作可以锻炼自己啊 因为我爱玩 各种嗨 各种嗨 对 怎么嗨 就是 教教你叔叔啊 怎么嗨 就是你喝酒的时候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 你就嗨起来了呀 所以是你的性格相对于 还比较感性 是吧 有理性的一面没有 有吧 在工作当中 我不会把我生活中 某些状态去带到我的工作中 那我们就说上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八月份来的北京 家人知识吗 我爸 我爸一开始不知道 不知道 其实我来了北京 只是就是来玩 然后就是我特别好奇 为什么北京这个城市 这么多人向往 然后我就决定 就面试一份工作 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 做电话销售 电销的这个业绩怎么样 因为我们其中有18天 是在那个N部是培训的 然后培训的时候 我成交了一单 然后下部门也就 你的程序排名怎么样吧 跟大家同事比起来怎么样 就是中党 中党 对 你怎么来到菲尼摩树 这一个那个就是经纪人 然后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那个 你不是离职了吗 菲尼摩树 这样不是有那个求职节目吗 我们先上去尝试一下 那老问题问一下 你了解这些企业吗 像斯凯勒是做户外的 因为对 因为我运动这方面 所以说这个户外 我稍稍看了一下 还有呢 然后就是那个银朗 银朗是干什么的 就是文化传媒这一块 什么策划了执行了这些 还有哪一家 德胜 你面试什么工作 人事助理跟行政助理 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五千家 你最想去哪家企业 是马瑞的企业吗 对 为什么 就是喜欢 因为喜欢老板 所以要去他的企业 那你去干什么呢 什么都能干呀 马瑞交给你了 马瑞交给你了 你要担心安不安全的问题 你的人身安全我负责 我练过房老鼠 马瑞终于有体育生 不是 是这样子 马瑞 回顾我很少不好意思的 因为你太主动了 OK 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首先 你两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你的工作履历来讲 你的四段工作经历 你最多的只干了六个月 最少的是干了两个月 以及其实你今天的个性 说实话 你要应聘人事专员 跟行政助理 真的非常难 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 这么多的企业家 公司的需求 萧娜 你喜欢马瑞 能不能说一下 你喜欢他的什么 因为你只是说 喜欢他 这是一个论点 那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感觉 还是有一 二 三 只要是他就喜欢 但是你说 这边录的 你必须要你 是要改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是马瑞 你了解他多长时间呢 如果马瑞公司 不要你的话 你会选择 白白 还是 继续希望 对 这个问题好 我觉得要是马总 一直给我留灯到最后的话 我会选择马总 那你问他 是不是一直留灯吧 你问他 你想听真话假话 真话 不一定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样子的 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包括在我公司的 因为我讲一个案例 因为有一个女孩 她非常喜欢我 喜欢到我到任何一个城市 去参加活动 她都会飞过来 我的每条微博 你知道她转发多少条吗 最多的她一个人 可以转一万条 然后呢 我就给了她工作机会 但是进到我公司之后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我不会因为你喜欢我就要多宠你 我不会因为你喜欢我就要多去包容你 不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了解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两个月之后 我就说 你就继续地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工作 虽然她现在 依然还非常地喜欢我这件事情 所以那是她的事情了 但是我尝试从我自己角度之后 我给了她工作机会 可是我发现是害了她的 我喜欢马总 是我喜欢马总 但是如果我在工作上 我不会把我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姑娘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理智 我为什么不想的 因为我到了我自己喜欢的老板公司 我要让她看到我自己有多优秀 我要让她看到 我在她的手底下的培养的情况下 我努力成长到哪一步 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去改善了我的生活 而不是说我去了你的公司以后 我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然后我又回到了贫困之后 你很难避免自己为了感情而工作 我觉得喜欢是喜欢 爱是爱 但是很难分得清楚 很难分得清楚 因为有一个成语叫做情不自经 很多人情难自经的 我倒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 我没有说你疯狂到那种程度 但就今天你在第一环节 所表现的来看 你说你喜欢她 你却说不出你喜欢她什么 她不是那种说情绪不稳定的女孩 她是那种很活泼的女孩 她大大咧咧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她的性格 还有你说你最大的辞职原因 是因为你想面对面的笑说 可是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所表述的 你离职的原因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认为加班加到九点半 没有加班费 没有调休 不加班必须给出合理理由 没有理由就被辞退 这些你都没有说 为什么不说呢 不好意思 你接受加班吗 接受 接受加班的评次 一周大概多少 一周三四次或者是两三次都行 但是我不觉得 我说从星期一加到星期五 然后星期六 星期日都在加 你觉得会影响你正常的社交吗 这个倒不会影响 让我再接着问个问题 如果你是上家公司人事专员 面对了像你刚才 对加班有抱怨的员工 你会怎么讲 你会觉得我说 你是真的对这份工作 就是不接受了 还是你觉得 就是如果加班这个程度 在上下协调的程度上 有所协调 会达到你就是 跟你的所设想的 就是上下没有浮动的时候 我接受这个工作 那么我每天都要有约会 我要去跟朋友有喝酒 有饭局 加班我可能是今天不行 明天也可能也不行 那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喜欢工作 我下班了 喜欢这份工作 你就应该接受它的企业文化 那你为什么要来呢 企业文化 如果这份工作给你带来了不舒适感 或者是你觉得一上 就是上完班以后 只要一加班你就头疼 或者是你觉得厌烦 我觉得你 但我觉得不应该 不给我加班费 这个你可以申请劳动总裁 上那边 这就往崩了才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适合做人事的 这样吧 行政专员和人事专员就别想了 我们感觉你这样的交流方式 相对随性 至于活动执行 是不是适合做 我们第二轮再考察一下 对于第一轮的出印象 去活流 还有施展到